小明 小明 他有一天 小明他有一天 他放學很晚才回到家 然後爸爸就很生氣 他回到家的時候 爸爸就罵他 小明你為何這麼晚才回來 你不要說謊 我買了一部測方機 如果你說謊的話 他會打你一巴掌 於是小明 就回答爸爸為何這麼晚才回來 他就說 我剛才和同學在學校做功課 於是 測方機就打了小明一巴掌 爸爸見到他就說 你說謊 你很重實招內佬 小明就回答 剛才我和同學去看電影 然後爸爸就問他 看甚麼電影 小明就說 玉璞團 然後爸爸很生氣 爸爸說 你這麼小時候看這些電影 我好像你這麼大的時候 我多用心思讀書 我不看三級片 他還沒說完 測方機就打了爸爸一巴掌 媽媽在這個時候 懶眼旁觀 好不舍地說一句 果然是兩父子 於是乎測方機 就打了媽媽一巴掌 你不說實力 我真的想說 我會做實力 至少了 你會做實力嗎 醫生,醫生問他,你變變正不正常,規不規律 然後小明跟醫生說,嗯,很規律,每一天8點就可以餓 然後醫生就跟小明說,那不錯 然後小明就跟醫生說,不過我9點才起床 你不斷,你不斷就好嗎 你不斷就好了 妳不斷,在這裡 this is very funny